我们有车了 三哥快点来 我们来哈喽哈喽 又轻轻 团水库啊 我妈团水库 哎呀不对 我等于关水库 是吗 团 团水库就自负的 嘿就开车 哎呦 你还同天做点 你还要踩一下团 我还同天做点 不是啊 没什么事啊 不是啊 不要不要 不是 不要 不是不是 他没人了 哎哎哎 反正好一条 你还可以吃吗 拼你 你还没人了 你还没人了 怎么拆过了 我想到阿嫂不去买你 没什么 我还没 现在几次就会买 这边来跑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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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夜之间自己的家变得一片狼藉 受灾过后都得靠自己 也只有靠自己 难怪他们想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 床被子全部泡的 你看这个泥已经是 光打扫都不知道要多久时间 二楼也被淹了 这个痕迹就是被淹过的 那里通通都没有了 农田也被淹掉了 没有了 张家通通都没有了 墙上的痕迹代表了水位的高度 经济损失就更不用提了 走吧 当天的气温非常闷热 空气中也有些不好的味道 眼睛里看到的是满目疮痍 都像触破文物一样 我一直说我喜欢广东人的房子 这个直接被摧毁了 我能舍身处地地感受到主人的悲痛 三间房 都快倒了 他们也以为我是记者 邀请我进来拍 会有保险 不知道会不会有保险 如此景象 最无助的就是老人 阿婆你一个人吗 有人帮你吗 阿婆已经没有力吃了 你休息一会 我上去看看 这个楼梯已经被土淹没了 都已经淹到屋顶了 他的老伴只有一个人 在屋顶散的烂泥 我拍到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刚才说到空气中有不好的味道 我找到了原因 死去了家出家禽 遍地都是 连蛋都没来得及下完 可想而知 这洪水来得有多快 除了物资的捐助 消毒工作也必须进行 大家都要注意防护 其实关于灾后重建 客家人的心态 还是乐观的 我问一个受灾的朋友 你们怎么办 他说等水退洗地板咯 好像也是那么合适 这里已经打扫干净了 换血换血 人多力量大 这家人已经把二楼打扫干净了 毕竟客家人住在山上 就是有和大自然对抗的勇气和能力 如果有年轻人能帮忙 那重建的会更快 我不知道怎么来结尾 注意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而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